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得够突出 有主动积极争取 展现出了你很有想法 你知道怎么样纠错 或者是把不好的东西弄得更好 那这会增加你的职场竞争力 那以及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善用这个土相大三角 比如说工作能力强 收入自然会多 但是一定要懂得用方法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火星已经进入到天平了 这是一个火星弱势位 意思是我们不能太自我 我们要学着跟别人合作 觉得我的弱项应该找人来帮我补足 于是非常多想要合作的人就开始积极地合作起来 那他有一个尴尬 因为他对面跟他形成了上帝手指的是两组阴性能量 那就是金牛跟双鱼 所以也许跟你合作的人 他们有的人也许想的跟你不一样 他们是为了牟利或者是大家自己有自己的心思和想法 所以某种程度积极合作之余 我们也要注意哦 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这是要小心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水星终于要顺行了 他将会在9月16这个周末 礼拜六的时候呢 恢复顺行哦 不过我们现在还在逆行当中嘛 所以逆行该注意的所有事情还是要小心哦 比如说沟通不良啦 手机坏掉啦 档案失灵啦 等等哦 这一切都不能掉以轻心 可是呢 在这样的各种小错误的当中 我们也学会把自己的生活越整理越好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星象是 太阳即将要跟海王星进入对分项哦 我们说对分 那就是会有对立的情况发生 一定是有一边觉得我比较懂干净 然后你很脏 或者是我想要整齐 可是你却总是很多混乱 或者是似是而非 是这样两种概念的人在互相冲突哦 那一边呢 时事求是 另外一边呢 就跟你讲禅语 所以有时候这两组遇到了 就会互看不顺眼哦 这样的一个星象能量 当然也会展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知道你是在那个时候扮演处女座 还是扮演双宇座呢 我们来看这座星象能量 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吧 第一组是双子金牛处女跟天平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其实在这一周蛮适合哦 就是自己跟小组人员一起工作 过来一起开会 彼此呢知之甚深是很重要的哦 反而就是有这个默契 然后也能把事情做得很好 以感情来说呢 如果有对象的话 蛮适合展现你的居家能力哦 就会让别人对你广目相看 在家里约会吧 我们来看第二个是狮子座 狮子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呢 工作上颇有斩获哦 尤其是女生的狮子哦 你会是别人心目中的女强人 不过呢 你也是属于欲强则强的类型 所以在职业场上呢 遇到有人跟你过不去 其实我觉得反而会激发你的动力哦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你比较大女子主义 或者是比较强势一点 这一点是会为人诟病 但是如果它是温柔的顺服的 你应该是很能照顾人的哦 我们来看另一个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 以工作上来说表现得蛮好的 而且最近有加薪或升官的机运 请把握 那么在感情上呢 你会比较一板一眼哦 如果对方是懂得你这份心意的人 那么你们感情应该蛮稳定的哦 我们来看另一个是天平座 天平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事业工作上 最近大有斩获 突飞猛进 那真的在工作上备受看好 那有些好事发生 不过在感情方面呢 你可能有点忙得没有时间约会 抑或是会把别人晾在一边 因为工作比较重要 这点就使不得了 我们来看第二组是 母羊 金牛 摩羯跟水瓶了 母羊星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呢 可能会有很重要的签约 或者是合作的事情哦 如果不是合作 那也有可能是有人冲着你来 不过我觉得这些都是蛮有刺激性 或某种有建设性的能量哦 所以虽然不舒服 可是你可以把握它 自我反省也好 或者是找到新的可能都可以 那么感情上来说呢 如果喜欢就要主动追求 否则错过稍终即逝 另一个呢是金牛座 金牛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事业工作上 应该蛮稳定的 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甚至有点到无聊的地步了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我个人觉得来点好吃的 或者是在约会的时候大方一点 我相信会对你们的关系 有很大的帮助 另一个呢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最近这一周要注意的是员工的问题哦 以事业上来说你最近是蛮夯的 但是别人跟得上吗 他们知道你要什么吗 这个部分如果你是有工作人员 或者是旁边有协作人员 这是要当心的部分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就会为了很多很小的事情起摩擦 那你脾气也有点不好 自己注意一下 另一个是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其实最近呢有一点沉浅 让自己荡下来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哟 尤其身体不太好 脑神经衰弱等等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最近有一点在刹车或自我反省 或者是很想再看看 我觉得这个再评估的过程蛮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第三组是巨蟹天蝎 射手跟双鱼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那以工作上来说 最近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好消息 甚至有些东西就是 听起来又是你的决策错了 听起来你又伤心了 或者是某些事好像不对盘了等等 我觉得情绪有点过多 自己拉回来一点 实事求是比较重要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这一周适合分手 切割这一类的不要感情用事的事 那么另一个呢 是天蝎座 天蝎星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 就有很多事情是蛮挑战你的观念跟想法 所以动不动就有一种 咦 干嘛啊呢 或者是陷入了某一种自我迷惘当中 那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有点业力大爆发 所以低调为妙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则是要注意一下 魔鬼藏在细节里 比如说说错话可能都是你不经意的 你可能觉得自己怎么可能说错话 但是就是会要注意 那第三个呢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工作上呢 有很多突破之所以不成 原因是你的抗拒 或你嘴巴上说我愿意变 但其实没有变的地方 这一点真的要很深的自我觉察才行哦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某种程度是你拒绝感情的流动 所以你可能要再让自己再温柔一点 那另一个呢是双鱼座 双鱼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周呢有一种打仗的感觉哦 所以每一天都有一种 不管打仗的是人还是事还是身体 那都有种很劳累的感觉 所以多休息是很重要的 那也比较容易遇到意见不合的人跟你冲撞哦 这一点就把它当成事来做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也是很容易被挑剔或被贬低 千万不要玻璃心哦 其实对方可能没有那个意思 那只是他说话的方式